我听说中华穿山甲是极度宾威的野生动物 它们的栖息地在哪 它们生活得怎么样 谁在保护它们 要再跟在这儿做一些保护工作 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其实穿山甲是完全不具备攻击性的 它们只会团缩在一起 所有整团保护自己 我觉得穿山甲是非常可爱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穿山甲的保护它们 中国人都很珍贵 在世界上只存在中国 可能在一些附近的地方 中国人都不害人 他们是一种免贵的 所以他们吃了兵和 termites 《Defenders of the Hidden》 是一部电视剧 它们是一部电视剧 尤其是一部电视剧 尤其是一部电视剧 在一部电视剧 里面是一部电视剧 里面是一部电视剧 和社会主义民主义 都开始工作了 从2020年 对,其实我们在野外的时候 一直都在寻找中华穿山甲的一些蹤迹 我知道中华穿山甲会挖很多洞穴 我们在英国来的时候 我们也跟英国一起亲自 在一个穿山甲的一个洞口 安装了一下我们的项目 我应该是听说了有拍到穿山甲 对 我们的供应大使一波身体逆行 来我们无形象参与保护行动 这是最难忘的 随着我们国家的对于穿山甲保护的重视 以及把这个穿山甲从二级提升到一级 首先针对穿山甲的违法的盗裂走私 等等这些相关的案件直线下降 我们保护地里面的这些村民的 对于穿山甲的观念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以前可能是看到穿山甲 他们会把它抓起来 那现在不一样 他现在知道这是世界级的珍稀病人物种 直到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这一次我们给医生救援合作 推出这个工艺宣传片 最主要的是开展的工农教育 要保护穿山甲 不要消费 这非法的穿山甲制品 我非常幸运 中国在中国的几年 最后的几年 法律控制 非常严重 在世界上 非常有效 现在我们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 放在我们整个生态文明见识中 它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政策的支持 法律的保障 和公民意识的提高 这个是整个的一个互相相互作用 必须会促进我们川南亚种群的恢复 所以我们要点亮希望